那第三十集的時候我們畫的這個三角形 我們要把它的這個頂點長高15公分 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先要把這個三角形呢 複製一個 按複製 把三十集的三角形複製一個 選取物件好了 按Enter 基準點隨便點一點 放到旁邊來 平行好了 然後複製一個好了 然後呢 我們要把這個點往上移 拉伸15公分嘛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要用這個拉伸的指令 點選拉伸 那上一集我們有說拉伸是 左上 到 右下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選取的時候 有選到一些標註符號 是我們不想要讓它拉伸的東西 那我們左手按Shift 右手我們就把我們多選的東西點掉 點掉 點掉 然後這個東西我們也不要點掉 多選的東西點掉之後呢 我們選取物件完畢 我們選取物件完畢了對不對 這個還沒有 這個要點掉 好我們選取物件完畢了之後呢 我們要按Enter 混白鍵也可以 然後選基準點在這個頂點 然後我們要往上 往上的方向喔 你拉多高沒有影響 然後但是你要輸入15 Enter 它就會長高15公分喔 那現在呢 我們要把這個多的地方 就是刪除掉 我們一樣用虛線框 它就可以整個框起來 這框太多了 就選起來刪除 把它刪除掉喔 把這個舊的東西刪除掉 好那我們就可以看看 我們原本的是長這樣子的 那我們現在已經長高15公分了 我們把這條線可以拉過來 一樣它也是可以用拉伸啊 拉伸 拉伸 基準點這邊 好拉 有位移 喔我忘記框了好 拉伸 選取物件 我們選這裡就好了 不要選全部 然後按Enter 然後基準點這裡 然後我們拉過來 好我們來看是不是15啊 瞄住 這個 答案是15 對它已經長高15公分了 那我們這個拉伸就完成了 這個 答案是15